老大 嗯 通死算公伤吗 这部剧被誉为国产田宠剧的天花板 二十几岁的赵丽颖脸上胶原蛋白满满 举手投足兼少女感失足 简直就是可爱的代名词 堂主张翰也将霸足发拉满 故事开始于一次情况紧急的献血 这天半夜 睡得迷糊的珊珊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你好 请问是薛珊珊小姐吗 嗯 这里是上北医院 请您立刻到上北医院妇产科来一趟 挂断电话后 晕头转向的他便坐上了去医院的出租车 等到了医院 一位气宇宣昂的帅哥朝他开口 AV先为杀金兴血 舍妹和你同说些有学习 她刚进说出事 但是现在医院的学步高级 我希望你可以待到这里 以备不识之许 听到眼前的男人对他说话完全是命令的口误 珊珊有些疑惑的问道 你应该是怎么知道联系我的方式 哎呦 你是谁啊 这时 另一位帅哥快步走到他面前 和他解释了起来 原来 当才的男人是他所在公司的总裁封头 他则是研发部的总监政器 和大老板鞠躬致敬后 血牛珊珊乖乖地跟着护士去了献血室 抽完了几百cc协议后 得知风月母子平安 休息好的珊珊跑出来和他老公 严清道起了喜 他还将自己母亲给他做的便签送给了严总 严总也向他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第二天 元气满满的珊珊早早去了公司 作为一名还在试用期的财务助理 珊珊迎来了集团第一次月节 想到自己一个农村土妞走了大运 进入国内最大的软件公司 珊珊就使命赶倍增 忙碌了整整五天后 在众同事的配合下 公司的月节工作顺利做完 可珊珊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 大老板又有了新指令 这天 在上半路上看到一家不错的游戏公司后 丰腾决定将他们收购 当即他就给研发部打去了电话 听到总裁的吩咐 珊珊的科长立马将资产评估工作分配了下去 一时间 公司的众人陷入了紧张的忙碌中 经过三小时的奋战后 财务部的报表顺利分析完 就在珊珊去送资料时 他却在电梯里看到了齐帅 看到软萌的珊珊和他打招呼 齐帅告诉他自己可以给他烧上资料 他还将手里刚收到的早餐 让珊珊给他送回他的办公室 等万人迷齐帅走出电梯 珊珊一下子就成了同事们的眼神攻击目标 那阵仗简直要把他生吞了一半 回到办公室没多久 科长满脸怒意地走了进来 原来科里刚才评估的并购金额多了一个脸 眼看签约会已经开始 方寸大乱的众人开始头疼起该怎么办 这时 一旁的女同事指向了珊珊 珊珊跟正琪很熟哦 那就找齐帅吧 是将烫手山芋扔给了珊珊 就这样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 珊珊拿着更正的数据跑遍了公司的每个部门 等他气喘吁吁地找到总裁办公室时 合作方已经全部走光 看到总裁那张严肃的脸 珊珊顿时感觉如临大敌 难道他就此要从风家的恩人变成罪人了吗 你还不至于给公司造成任何的损失 大布斯刚才那句是什么意思 总之如此 当初我就应该陷一千毫升 风腾走后 齐帅走进来扶住了被吓得半死的珊珊 看着满面愁容的珊珊 齐帅告诉他合同并没有签错 原来眼见的风腾一拿到数据就看出了问题 他也及时地将数据更正了过来 听到这个好消息 珊珊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可刚回到办公室 被批斗完的科长又找起了珊珊的麻烦 正当珊珊被科长的话搞得一头雾水时 去茶水间的他又听到了同事在窃窃私语 这下珊珊彻底无语了 想想自己在上海无依无口 怎么会是大家嘴里的关系户呢 没一会儿 珊珊又从同事那里得知适用期开始前有三天培训 而当时并没有人通知她 听到同事问她培训时候坐在哪里 珊珊借口有时慌忙离开 想到前几天她被叫去给总裁的妹妹献血 珊珊这才知道原来公司招她进来只是为了让她当一头血泥 根本不是看中她的个人实力 正想的出神时 珊珊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风腾的办公室外 此刻风腾也已经知道珊珊当了这次失误的屁死鬼 看到窗外飘起了雪花 注意到珊珊的风腾拿着大衣从背后给她披了上去 可此刻的珊珊满脑子都是自己破格加入公司的事 眼前高冷的总裁在她心里只是压榨她血的大地主 到了夜晚 心情不佳的珊珊呆呆地坐在餐桌前 看到她还在未尽风腾的事究竟 堂姐溜溜和闺蜜双姨开道起了她 听完两人的分析后 珊珊不顾双姨的惊讶大口吃起了饭 不得不说珊珊真是个没心没肺的小吃货 经过一夜的自我愈合后 第二天一大早 恢复能量的珊珊早早地去了公司 尽管科长又一次批评了她 珊珊却并没有气馁 就在她回到工位开启战斗时 总裁的秘书快不朝她走了过来 一时间珊珊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 她心想自己不过是搞错一个拆旅费数据 怎么连公司高层都惊动了 就在珊珊忘乎所以的脑补时 秘书将老板给她准备的午餐递给她 给 给我的 而看到眼前的猪肝菠菜饭 珊珊这个小吃货瞬间胃口大开 她也开始觉得总裁并不是那么冷酷无情 第二天中午因为这顿特殊的盒饭 之前说珊珊坏话的同事全都和她套起了进步 可就在几人拉着她去寿司店时 丰腾的秘书又给她拿来了猪肝饭 接下来的几天里 一到吃饭时间珊珊就能收到总裁的头位 就这样 珊珊在公司的人员慢慢变好 她也自然而然成为同事们茶余饭后的八卦对象 这天因为实在受不了同事的围观 珊珊拿着饭盒来到了一处安静的角落 就在她吃的正香时 坐在办公室的风腾一眼瞥到了她 这下一向高冷的风腾都被珊珊逗笑了 开完会后 风腾走到窗前看起了珊珊 可此刻看不到里面的珊珊根本想不到 对面竟然是总裁的办公室 从这以后 一到吃饭时间风腾就会坐到窗前 她学着珊珊的动作和她同步品尝着美食 之前普通的饭菜也因为珊珊变得美味起来 到了天冷的时候 风腾还会提前为珊珊烧好火炉 而珊珊这个没心没肺的丫头也毫不知情地享受着总裁的宠 一段时间后 看到珊珊不用公司开发的生活能量软件打卡记录日常 想进一步了解她的风腾将奇帅叫了过来让她做个调查 奇帅一下子就猜到了风腾的心思 等拿到使用率调查表示 奇帅发现倒数第一果然是薛珊珊 就这样 奇帅将珊珊叫到办公室问起了她的想法 风腾则在门外偷偷地听了起来 我觉得生活能量最大的缺点就是只能记录 不能综合规划 而且比如说我的工作 还有我男朋友的工作 开会聚餐的时间可以一目了然 听到珊珊的畅想后 奇帅感觉大受启发 她鼓励珊珊是个很有想法的女孩子 珊珊也对奇帅的爱慕又加了几分 看到在办公室内有说有笑的两人 吃醋的风腾快步离开 到了第二天 看出风腾有心事的奇帅决定逗逗她 于是她试探起了风腾 但风腾这个傲娇鬼却嘴硬得很 你说你不喜欢人家对不对 行 那我去追 怎么样 随便 几天后 风月开始筹备起儿子的满月宴 可因为行程不合适 她给哥哥选好的女伴没法来 听到这个消息后 风腾让秘书给她额外准备一个邀请函 就在她填写给珊珊的邀请函时 奇帅拿着更改好的生活能量策划书走了进来 看到风腾将邀请函交给秘书 想戏弄她的奇帅一把从秘书手里抢过去 当即她就给珊珊送了过去 她还邀请珊珊做她的女伴 就这样 被男神垂青的珊珊给风腾的外甥选了份礼物 她还在镜子前精心挑选起了衣服 很快到了满月宴这天 一大早 奇帅就开着豪车来到珊珊家楼下 可等珊珊上车后 她才发现大老板也在车上 原来就在刚刚 得知正奇要去接珊珊 失速的风腾便让她绕路接上了自己 一时间 车上的气氛有些尴尬 很快三人到了宴会现场 一进门 奇帅就让珊珊挽上了她的胳膊 走到一半她还不忘给风腾示威 这可把风腾气得够强 可风月碰面后 奇帅忙着去招呼起了好友 珊珊则将自己准备的小鸭子送给了风月 吃够猪肝饭的她还特意请求风月以后 别再给她送饭 要把自己当成沙漠中的骆驼 花生堆里的仓鼠 四个胃的老牛 这里就是我的战场 等她吃得差不多时 风腾命令她等下和自己一起进场 可没参加过这么高级宴会的珊珊 却是频频出丑 这不连人都还没补完 让珊珊已经自顾自的坐下 在喝红酒时不会品酒的她更是一眼而尽 而还没等大家开动 珊珊却已经不停地往嘴里塞起了美食 吃货属性真是被她体现得淋漓尽致 就在珊珊酒足饭饱准备离开时 风腾要求她留下来陪自己送客 经历了一小时的煎熬后 累坏了的珊珊终于坐上了回家的专车 而司机竟是处处压榨她的大老板 傍晚 车子开到了珊珊家附近的一个拐角 因为想吃她尝去那家的牛肉面 珊珊让老板直接把她在这里放下 谁承想风腾也想尝尝这家的面 一碗大的 一碗小的 你今天吃小碗的了 对我今天吃小的 那你坐一会儿啊 我去给你坐 没一会儿老板娘将做好的面地给了两人 可看到眼前的美食 风腾却迟迟不肯动筷子 原来碗里有她最讨厌吃的香菜 为了不浪费这碗牛肉面 珊珊细心地将香菜一一从碗里挑了出来 一顿饭两人倒也吃得其乐融融 第二天一大早 珊珊开心地走在上班的路上 可在路过一家书店时 她却看到老板的车停在那里 好奇心去使她偷偷凑了上去 没一会儿 从妹妹书店出来的风腾 看到了鬼鬼祟祟的珊珊 于是她也悄悄地凑了上去 看到大老板突然出现的脸 被吓坏的珊珊一下子摔到了雪地里 而在被老板拉起来的那一刻 空气中瞬间有种恋爱的味道 还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 一顶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 可就在珊珊准备上台阶时 奇帅的招呼声又从顾远处传来 这下珊珊又不小心摔在雪地中 其实 你好帅啊 那么接下来 醋王风腾会怎么整治让她吃醋的珊珊呢 霸道总裁为了追求实习生 竟命令她做自己的专属挑菜工 可珊珊确实有苦说不出 刚刚她还在庆幸自己终于逃离猪肝饭的魔爪 现在她又得硬着头皮和风腾共进午餐 还不到一个中午 珊珊和总裁一起吃饭的事就传遍了整个集团 所有人见了她都毕恭毕敬 仿佛她已经成为总裁的小娇妻 从这以后 一到吃饭时间珊珊就会被召唤上去挑菜 风腾和她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这天 为了不继续做老板的苦力功 珊珊假装自己得了重感冒 等到了午饭时间 她偷偷戴着口罩去了自己的秘密基地 而落单的风腾心中正郁闷时 一下子贴到了珊珊 穿这么傻 你不怕照亮 看到珊珊吃方便面都吃得这么开心 风腾不禁对她的爱意又加了几分 吃完饭后 珊珊满足地戴着口罩离开 等她下班回家时 她正巧路过风月的书店 于是她被风月拉进去聊起了天 可没聊一会儿风腾也走了进来 一见到她珊珊赶紧装成感冒的样子 风腾也正式和她宣布从此以后 她不用再上楼挑菜 这下珊珊终于彻底解脱 第二天上午 珊珊的同事因为搞错一个数据被科长批评 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 同事将错误扣到了珊珊头上 一个助理呢 光凭些关系就能够松懈怠慢 如果集团把关系看得比实力重 那我继续留下来 恐怕也是前途看幼儿科长 真可谓恶人先告状 午饭时间 委屈的珊珊拿着饭盒去老地方吃起饭来 还没吃几口 珊珊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于是她还没吃完饭就跑回了楼梯间 就在珊珊哭得伤心时 上楼的奇帅听到了她的哭声 看到珊珊可怜的小脸 奇帅上前安慰起了她 而这一幕正巧被追出来的风腾看到 自觉多余的她失望地软头离开 回到办公室后 风腾听到秘书阿美在和同事吐槽珊珊的事 想到珊珊躺在好兄弟的怀里哭泣 吃醋的风腾将奇帅约了出来 此刻傲娇的她也终于将自己的内心想法说了出来 她很单纯也很可爱 不过就是因为我是老板人心各度品 我不知道我们交往了以后她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所幸珊珊的生活也不全是阴霾 几天后珊珊在录用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父母也从老家打来电话祝贺了她 这让珊珊感觉自己的生活还是充满希望的 在一段时间的忙碌后 元旦悄然而至 到了夜晚 等所有同事都走光 珊珊独自一人来到天台看起了上海的夜景 到了跨年夜的最后半分钟 风腾从她背后走了过来 原来自从父母去世后 风腾每年都会来这里跨年 老板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 我因为今天晚上没有人来的 我不是故意传在那地方的 就这样 在屏幕上的倒数接近尾声时 两人共同见证了烟花绽放的这一刻 可就在珊珊开心的欢呼时 一旁高冷的大老板突然将她揽入怀中 泡在风腾温暖的怀抱里 珊珊激动的内心小路乱撞 等她反应过来这不是在做梦时 她赶忙慌乱的扭头离开 可刚下楼没多久 珊珊又收到了总裁发来的短信 我送你回去 大门口见 就这样 珊珊稀里糊涂地坐上了风腾送她回家的车 临下车时风腾还送给她一个礼物 灭灭天冷 快点上去吧 别把礼物冻坏了 从这以后 珊珊和风腾的关系开始变得暧昧起来 她也成了一众同事的八卦对象 很快集团的年度员工旅行如期而至 到达目的地后 珊珊殷勤地给风腾拿着包 可看到两人的举止这么亲密 风月身旁的姐妹桃却有些不悦 原来 这个女人名叫丽叔 因为母亲很早就在风家做保姆 她也和风家兄妹一起长大 在长久的相处中 丽叔一直对风腾情有独钟 这下从国外刚回来的她看到心上人身边多了个女孩自然不开心 没一会儿骑车大赛正式开始 为了甩掉跟在后面的珊珊 丽叔故意将车骑得很快 不甘落后的风腾也追了上去 就这样 在这场激烈的竞赛中 珊珊在岔路口迷了路 心急的她还不小心摔伤了头 就在珊珊准备求助时 她才发现手机不知何时被她搞丢了 另一边的骑行队伍已经顺利返回机闭 看到珊珊迟迟未归 风月赶忙给她打去了电话 可电话那头始终没人接 因为担心珊珊有危险 在总裁的号召下 大家一起回到小路上找起了她 最终风腾第一个找到受伤的珊珊 看到心爱的女人脚疼的没法走路 风腾一把背起了珊珊 而这一幕也被赶来的丽叔尽收眼底 我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 没一会儿风腾将珊珊送到了医院 安顿好珊珊后 郑琪提醒风腾明天要去韩国商议投资的事 这时一旁的丽叔提出她可以去珊珊家照顾她 就这样 丽叔住在珊珊家做起了她的陪护 她也时不时和珊珊宣示起自己的主角 其实风腾呢也是喜欢吃中式的 不过要是她跟我在一块吃 一般都会配合我 都说适当的距离会增进感情 在风腾出国的这段时间里 珊珊会定期和她汇报自己的伤势 风腾也每天和她发消息问候 两人的关系可谓是突飞猛进 珊珊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爱上风腾 一个月后 拿下并购案的风腾凯旋而归 怎么了 很高兴 很年轻很高兴 你看风小姐 打算怎么谢谢周小姐啊 支票 你怎么不给我支票啊 你就不会放城线钓大鱼吗 霸道总裁暗示小职员和自己谈恋爱 不料下一秒小职员就出手 看着从珊珊喉咙里取出来的鱼词 风腾不禁感慨她的命可真大 可珊珊完全没有领悟到老板这句话的意思 她还在耿耿于怀这次献血 风腾为什么不叫她反而叫的周小慧 原来就在今天 珊珊去茶水间时听到了 大家都在议论老板有了心欢 而且昨天风月因为小产大出血 也没有人告诉她 他们反而叫了周小慧去献血 回去后 以为自己被抛弃的珊珊沮举丧地坐在宫位上 以前当挑菜宫还整天抱怨 现在风腾不叫她上楼吃饭 她反而有些不习惯 就在珊珊准备和同事一起吃饭时 她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风腾的这句话瞬间让珊珊恢复好心情 所以在吃饭时 珊珊才打探起了周小慧献血的好处 到了下午 珊珊看到大家都在讨论明天公司的年会该穿什么 一听获得最优雅女士可以得一万块奖金 珊珊瞬间来了兴趣 回家后她就拿出自己最漂亮的衣服试了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 珊珊早早到了年会现场 一进门 秘书就走过来给她戴上了万花 这个万花上面的号码就是评选最优雅女士的依据 可想到自己的形象气质和盛装出席的众人存在差距 珊珊便偷偷地将万花摘了下来 如果评选的是最能吃女士也许她还可以试试 没一会儿 风腾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吃得正欢的珊珊 她让珊珊带好评选需要的万花 还命令她给自己挡酒 就这样 珊珊陪着总裁在宴会现场挡起了酒 一小时后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奇帅宣布起了最优雅女士的获奖领单 听到获奖的又是羡血的周小薇 珊珊羡慕的同时有种说不出来的难过 也许风腾真的喜欢上了周小薇 而她也不过只是个随叫随到的挑菜工 就这样 心情失落的珊珊摇摇晃晃地走出了会场 这时 找不到她的风腾拿着她的羽绒服走了出来 听到珊珊想回家 风腾拉着她离开的年会现场 到了夜晚 珊珊和风腾走在清冷的大街上 这时 风腾开口说让珊珊不要误会今天的事 她和周小薇之间也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听到老板和她解释这件事 珊珊鼓起勇气问起了她 我可不可以误会 你喜欢我呀 我可不喜欢你呀 因为你太幼稚 干嘛 大不了你开除我呀 我才不怕你呢 如果你开除我的话 你就更幼稚 小职员借着九义拒绝了大老板的告白 谁知大老板竟直接朝她吻了上去 从这以后 珊珊和大老板正式交往了起来 可因为两人身份地位太过悬殊 珊珊的心里总是有种不踏实的感觉 很快到了春节前夕 就在珊珊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时 同时阿家让她给亲戚烧个包裹回去 可直到上火车的前一刻 珊珊才知道阿家给她的包裹里竟然有管制道具 而在她接受检查时 自己的钱包还不小心被人偷走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到了警局后 因为没有证件证明不了自己的身份 警察让珊珊给好友打电话来接自己 想到闺蜜和堂姐都忙自己的事 珊珊给老板的秘书打去了求救电话 可想到珊珊和老板的关系不一般 秘书将这件事告诉了风 就这样 珊珊被风腾安排暂住在她家老宅 夜晚 珊珊在风腾隔壁的房间住了下来 而看到哥哥带她回了家 风月有些不淡定了 一大早她就在饭桌前盘问起 这珊珊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她没有 如果真的说有的话 只有一个 她很下饭 吃完饭后 风月和珊珊在门外聊起了天 这时 秘书朝她俩走了过来 听到珊珊要留在这里过年 秘书的心中有些疑惑 于是珊珊一五一十地将自己 昨天在车站的离弃经历告诉了两人 而听到珊珊是因为出了意外 才被风腾收留 秘书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没一会儿 风月邀请两人一起去自家的庄园 挑些新鲜蔬菜 等到了之后 看到风腾已经早早赶到 秘书赶紧凑上前去和她打起了招呼 她还在珊珊面前和风腾故作亲密 而在看到珊珊和正奇有说有笑的聊天时 秘书又在风腾面前挑拨了起来 听出了秘书的弦外之音 风腾说道 你说的 在感情的部分 我喜欢顺其自然 挑完菜后 几人又相聚在湖边准备钓鱼 看到珊珊拿着鱼竿不知从何下手 风腾走过来交起了她 你要让所有人知道 这个鱼汤被你承包了 时隔八年有谁还记得 剧中这个经典的名场面 经此钓鱼风波后 秘书感觉有些坐不住了 看来风腾这下对珊珊是动了真感情 到了晚上 为了让珊珊在风腾面前出丑 秘书提议他们几个一起跳舞 很显然他的目的达到了 因为没怎么参加过正式的场合 珊珊老是踩到风腾的脚 一连换了好几个舞伴 他都没能屡顺舞 跳舞真是老天爷发明最最恶的天分 舞之中的男男女女都充满了吸引力 偏偏我是个连小小的罪都不会犯的笨蛋 跳完舞后 回房间的风腾看到了珊珊几天前设置的定时短信 看着坐在她对面的风腾 珊珊鼓起勇气向她袒露了自己的心思 我想 我喜欢上你了 那 你看看我 我是你喜欢的吗 风腾也用我回应了珊珊的告白 这世上简直没有什么比相爱更美好的事情了 第二天一大早 和风腾互相代言之后 珊珊拿着风腾准备的两大箱礼物在机场等候了起来 等她打开红包时 她才看到风腾给她准备了一个专属挂牌 看到这个礼物珊珊的心中不惊一暖 从此以后如果她出现任何危险 风腾就是自己的第一联系人了 经历了一千公里的飞行后 珊珊在中午赶回了湖南老家 夜晚她还和家人围在一起幸福地吃起了团圆饭 第二天 在全家人的好奇下 珊珊忐忑地拆起了风腾准备的礼物 第一箱打开以后 薛家大大小小都惊叹起 珊珊怎么不远千里带回来这么多萝卜 珊珊也不好意思地挠起了头 风腾不会把她拔的萝卜全给她打包回来了 等第二个箱子拆开后 珊珊的家人瞬间傻了眼 原来这里面是一整箱的名贵礼物 珊珊 下次可别买这么多东西了 这些礼物很贵的吧 你就是发了奖金也不能这么花呀 因为感觉自己和风腾的感情还没有稳定下来 珊珊骗爸妈说这是从朋友那里打着买来的 知晓一切的柳柳则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接下来的几天里 珊珊在家全心全意地陪起了父母 而远在上海的历叔母亲却因病突然离世了 历叔也在风月的劝戒下住在了风家 这期间 风腾一有时间就陪着她 奇帅也默默关注着这个从大学时就暗恋的女人 很快年假顺利过完 在机场见到日丝夜响的风腾后 珊珊第一时间将给她准备的情人节礼物拿了出来 可拿到这份礼物后 风腾却告诉珊珊 我们家很穿透 就也不让过去放在情人节 所以我从来不过情人节 她还将历叔家遭遇变故的事情说了出来 回去路上 看着后座靠在一起的两人 珊珊的心中虽感同情却有些不悦 也许不对等的爱情就是这样 连吃醋都成了一种奢侈 接下来的几天 珊珊在工作至于经常和风腾一起吃饭 但她的心里一直有些期待情人节那天她们会怎么度 毕竟风腾是珊珊的初恋 情人节也是恋爱中女孩最憧憬的节日 单山一直在纠结风腾为什么不和她过情人节 直到今天她去了隶叔书店才无意得知 风腾的父母就是在情人节这天发生车祸离世的 所以她才急着想为之前的追问道歉 这下道歉的事情也被她搞砸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 珊珊都感觉自己和风腾的距离很远 也许风腾并没有和她长久走下去的打算 不然这么重要的是她也不会对她隐瞒 而她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风腾的伤口上撒了眼 很快到了情人节这晚 走进风腾家以后 珊珊以为她会和不懂事的自己提分手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风腾开口和她说起了自己的心事 其实她也害怕珊珊会因此离开她 毕竟之前的女朋友就因她不过情人节和她提出了分手 好在两人的误会终于解开 可另一边的丽叔却满心失落 从下午开始她就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菜 但直到开饭她都没有等到风腾 给她准备花的反而是好哥们正气 吃完饭后 丽叔伤心地坐在床上看着大学士风腾送给她的相片 这时 她突然看到了相框背后有一句话 这句话难道是风腾看到她表白的书签后给她的回应吗 想到自己可能早在大学时就错过了风腾的事爱 丽叔赶忙开车去找起了她 在漫长的等待后 丽叔终于等到送珊珊回来的风腾 我现在才知道你喜欢我 或者你曾经喜欢过我 我的意思是说 听到丽叔突如其来的道歉 风腾却告诉她那句话不是她留下的 看自己明显就是正气 这下丽叔被彻底打脸了 从风腾家离开后 丽叔气势汹汹地去找了正气 一见面他直接给了正气一巴掌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丢脸 我难得鼓起勇气去找风腾 只有我把自己搞得一败涂地 几天以后 在风月的安慰下 冷静下来的丽叔终于答应见正气一面 正气也郑重其事地和她到了前 三人之间的风波暂时归于平静 而傻乎乎的珊珊却还有一撮合丽叔和正气 一段时间后 风腾得知珊珊现在挤在表姐刘柳家 想到珊珊躺在刘柳的男朋友也曾躺过的床上 醋王风腾勒令她一天之内重新租个房子 我错了我错了 我保证三天之内保证找到房子搬出去 一天 明天找不到就搬过来 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珊珊能找到心仪的房子吗 一大早她就找中介联系了珊珊 还将自己一套地段装修都不错的房子 让中介便宜租给她 就这样 珊珊跟着中介来看起了房子 可听到这么好的房子租金只要两千多 珊珊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遇到了诈骗犯 安全起源 房产证哪来看看 这房子不是我的 是我一个外国的朋友的 她昨天打电话给我吧 她说小蒋啊 你把我这房子随便租出去 随便多少钱 所以这房产证啊 我是真的没有 这下珊珊终于放下心来 第二天一大早 珊珊刚出门就碰到了别的部门的同事 看到珊珊住这么好的房子 同事一去公司就大肆宣扬了起来 这漂亮的女孩呀 唠叨就该收手了 如果说要是能进风价这宅员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听到同事在背后这么议论她 珊珊的心里难过极了 也许就像风腾说的 这样的闲言碎语是免不了的 她能做的也只有慢慢试掩 从这以后 因为新房子和风腾的公寓离得很近 珊珊一到饭点就会去风腾那里陪她吃饭 两人除了情侣 还是名副其实的饭搭的 我们之间的感情 真的是一顿餐 一顿餐给吃出来的 不容易啊 另一边的历叔也没有闲着 自从上次被风腾拒绝后 为了展现自己的优越力 历叔以待珊珊提高品味的名义 经常让她陪自己逛奢侈品店 她喜欢看珊珊买不起的挫败点 她还故意叫珊珊和风腾 陪自己买价格不符的名画 并在风腾面前展现自己的艺术天分 仿佛她才是配得上风腾的大小姐 这天 从妹妹那里得知 珊珊最近老陪他们逛街后 风腾拿出一张富卡地点她 她不希望自己的女人羡慕别人 感受到风腾的良苦用心 珊珊收下了她的富卡 但她并没有乱发风腾的钱 顶多也只是在和立书他们聚会时 她才会使 可得知风腾给珊珊办卡后 立书的心里却有些妒忌 她还酸溜溜地讽刺珊珊 很快就要迎来公司的周年会 为了不给风腾丢脸 珊珊特意去请教立书 周年庆应该怎么穿衣服 立书则假装好意地陪珊珊去逛了起来 到了周年庆那天 珊珊一大早就顶着夸张的妆容 和精神小妹的穿搭站在那里 这造型把路过的风腾都吓了一条 最后还是珊珊的主管实在看不下去 才让她换了衣服 到了餐会现场后 看到珊珊没有穿她给挑的礼服 立书走过来询问起了她 那才是大家闺秀呢 能配得上大老板的 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听到大家的赞美 达到目的的立书心里安安地得意着 可没过多久 风腾却拉着朴素的珊珊和朋友介绍了起来 公司周年庆餐会上 喝醉酒的珊珊在同事面前 公开了她和风腾的关系 接着她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 头疼的珊珊从睡梦中醒来 看到守了她一夜的风腾 珊珊为自己昨天的表现感到有些丢脸 这时风腾温柔地握着她的手说道 别人问你是不是我女朋友的时候 你要大声地说是 是 这种坚定的爱真的太出人心 第二天 立书带着自己的假男友郑琪约他们两人吃起了饭 虽然上次在年会上 他一时心急拉郑琪做了挡箭牌 但为了测试风腾到底是不是在乎他 不死心的立书故意在风腾面前嗅起了恩爱 不得不说在抢人男友这方面 立书的经历可真是旺盛 席间 郑琪提醒风腾下周 他们要去英国开会 想到珊珊没有护照 毕书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邀请她一起去英国玩 我觉得呀 我们来一个 异国的double date 也挺浪漫的 为了不破坏立书的性质 珊珊说道 你们三个一起去吧 正好趁着这一机会 你和郑琪 你们两个也好好出去走走 再说了 月底一向都是我们财货部最忙的时候 这下立书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到了英国之后 风腾特意给郑琪和立书订了一间房 立书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等安顿好他们的行李 郑琪问立书他跟来英国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只是 想跟风腾到一个没有薛珊珊的城市 想知道 他会不会因此多注意我一些 可立书显然是自取其辱 在三人一起出行时 风腾总是刻意和他保持距离 郑琪则更是个名副其实的炮灰 就在立书在国外表演勇敢追爱大戏时 珊珊却接到了老家打来的电话 原来珊珊的爷爷身体有些不舒服 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疗 家人决定带他来上海看看医生 可等一家人到了医院后 珊珊的爷爷却迟迟排不上病房 一连几天下来老人家的身体明显有些吃不消 为了给爷爷找个条件不错的医院 打不通风腾电话的珊珊联系了他们酒店的前台 这时刚下楼的立书听到了珊珊的声音 珊珊女立书故意在珊珊面前自称风太太 谁承想知道此事的风腾直接将她臭骂一顿 你为我看不出来吗 你提来英国 她没有护照英语不好 你是想让她感觉到她跟我们的生活差异有多大 恰恰这样所有人包括她在内 觉得自己根本就配不上我 从风腾房间跑出来后 立书伤心地坐在湖边痛哭起来 她不停地喃喃自语到风腾为什么不爱她 可她忘记了自己也不过只是保姆的女儿 另一边的珊珊自从接过电话后就开始胡思乱想 她努力说服自己立书只是方便接电话才那么说 但立书的行为还是深深刺伤了她的心 第二天一大早 珊珊爷爷的病情突然加重 得知医院还是没有空缺病房 珊珊抛开心结再次给风腾打去了电话 没多久 秘书琳达就帮珊珊的爷爷办理好了住院手续 她还带了两个专家给珊珊家人说起了爷爷的病情 几小时后 得知珊珊爷爷住院的风月赶来了医院 考虑到珊珊家人挤在他那里休息不好 风月还特意安排他们住在了家里的一处房子里 你们公司上上下下也有几千人了吧 大老板的亲妹妹 干嘛对你这么好啊 去年枫叶抛妇产 我给他献着血 妈 枫叶跟我一样 都是AB型 I是阴性血型 这下珊珊眼前的问题终于解决 可丽书还没有从那天的打击中走出来 这天中午 丽书独自一人坐在英国街头 就在他坐着发呆时 一位魔术师在他面前表演起了魔术 一番花哨的操作瞬间让丽书的心情由音转情 表演完后 看着摘下面具的郑琪 丽书的心里很是感动 这个男人总是在他最狼狈的时候陪着他 他还有什么理由让自己继续颓废下去呢 在街头陪孩子们玩了一会儿后 郑琪决定带丽书去吃些东西 场面变得混乱了起来 索性警察来得及时 郑琪只是受了蟹皮外伤 回去酒店后 丽书贴心地照顾起了郑琪 经过此番风波后 丽书的心已经被郑琪撼动 他发现自己其实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对郑琪有了好感 第二天一早 醒来的郑琪看到了丽书给他留下的贴纸 对不起 我先回国了 我还需要点时间想一想 因为担心丽书会像从前一样突然消失 郑琪也紧随其后回了上海 这一次 他再也不会允许深爱的女人离开 我可以忍 但是我告诉你 我不会忍太久 快快相信你 几天后 处理完公务的风腾回了国 你是不是觉得我根本就不配做你男朋友 我们的关系有那么见不得人吗 分别多日的恋人相见本该开开心心 可风腾却和珊珊发生了矛盾 回到医院后 看着病房里的家人 珊珊犹豫半天还是开不了口 毕竟他和风腾身份悬殊 他又怎么敢奢望天长地久呢 就这样 珊珊和风腾陷入冷战期 另一边的风腾和丽书吵架之后也还没和好 这天吃饭时 看到丽书又一次缺席 风腾去他房间找他谈起了心 我知道你对珊珊有很多想法 但是她是我的女朋友 这是我的选择 其实要放下一个爱了12年的人确实很难 但也许果断的拒绝才是结束这段单恋最好的方式 有时候话说开了心里的执念才能慢慢放下 几天后 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 珊珊的爷爷出了院 将家人送到车站后 珊珊继续做起了勤勤恳恳的打工人 这天 在风月和丽书的邀请下 珊珊陪他们一起去逛了街 可因为是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子 珊珊怎么使劲都拔不出来 就在他急得满头大汗时 和风月约定好接他们的风腾走了过来 看到珊珊窘迫的样子 风腾走上前去温柔地帮他拖了下来 一直想找机会和他道歉的珊珊也一把揽住了风腾的脖子 其实在和珊珊机场分别后 风腾也想了很多 与他这么瞩目的男人谈恋爱珊珊的压力肯定很大 他也在这段感情中承受了不为人知的心酸 和风月丽书告别后 决心改变自己的珊珊告诉风腾他要考注册会计师 他希望自己能变优秀 这样才会配得上闪闪发光的风腾 从这以后 珊珊报了培训班全力上起了课 平时一有空闲他就看书刷题 就连美食都诱惑不了努力的珊珊 这下风腾开始越来越黏珊珊 两人的相处模式也越发变得轻松自在 一段时间后 因为自己研发的软件陷入抄袭风波 郑琪的生活笼罩上一层阴霾 为了公司的整体利益 风腾提议让郑琪考虑下和解 但身为原创的郑琪怎么会自毁名 于是他产生了离开公司的念头 这天 毕书找到郑琪劝借请他 可他的言谈中都是向着风腾 我觉得你知道这样说的话 可能对风腾不是很公平 他不仅是你的朋友 他还是集团的大老板 他有他自己的考量 这让郑琪的心里特别难过 两人的争吵也一触即发 大吵一架后 郑琪失望地扭头离开 想到自己再一次伤害了郑琪 毕书决定离开上海 这时 风腾走出来安慰起了他 我必须把对你的感情画上句号 好 再见 风腾 看到自己心爱的男人和好友接吻 是种什么感受 珊珊难过地跑回房间后 毕书紧随其后 和他解释到他只是和风腾告别 但此刻的珊珊哪里听得进去 我告诉过你 只要你有别人 只要你告诉我一声 我会潇洒地转身就走 走在寒冷的雪天 珊珊只感觉心痛至极 风腾是他承受流言蜚语 也坚持去爱的男人 可此刻他的真心却一文不值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珊珊开始有意躲避着风腾 自觉对不起他的风腾 也只能默默地关心了珊珊 他会在珊珊要辞职时 让朋友去留住他 也会时常给珊珊发送问候的信息 为了让珊珊好好吃饭 风腾还特意调了员工的伙食费 就连珊珊老去的那家牛肉面店 风腾都提前加了肉钱 他希望珊珊能明白自己的心理只有他 这天给珊珊发完短信后 风腾计划去找下历叔 原来自从上次风波结束后 历叔搬出了风家 风腾这次来找他一方面 是不希望失去这个相处多年的妹妹 另一方面也希望他能和正气修成正果 可风腾刚走到书店门口 从此路过的珊珊正好看到了他 想到风腾如此朝三暮四 气坏了的珊珊决心小小地报复他一下 这下两人的误会又加重了 几天后 下班的珊珊突然感觉肚子疼痛满人 就在他准备回家休息时 珊珊一下子瘫坐在楼梯口 紧接着血就顺着他的腿流了下来 被邻居送到医院后 护士第一时间拨打了珊珊挂牌上的电话 听到珊珊出了事 风腾火速赶到了医院 没一会儿 风月和丽叔也开车往医院打去 因为珊珊是稀有血型熊猫血 风月还在网上找起了腺血群 到了医院后 医生告诉几人 珊珊的子宫膝肉破裂引发了大出血 如果不及时输血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索性在几人的共同努力下 好几个好心人来给珊珊输了血 珊珊在手术完后也脱离了生命危险 病床前 风腾细心地陪伴着珊珊 看到病床上虚弱的珊珊 刘柳和双仪提一轮流来照顾她 这时 风腾开口说道 我可以有个不情之情吧 你们可以随时来看她 但是我想亲自照顾她 一段时间后 在风腾的精心照料下 珊珊的身体慢慢恢复 可这天 珊珊却听到一个坏消息 薛小姐 子宫内吸肉送茧是良性的 这点你们两个可以放心 不过这类型手术的后遗症之一 就是会导致不孕 听到医生和风腾说自己 可能因为这次手术不能生挖后 珊珊开始重新思考起 她要不要和风腾继续走下去 但在她术后的这段时间里 风腾会定期安排人给珊珊送中药 就连在公司秘书每天都会将 熬好的中药拿给她 感受到风腾默默为她付出的一切 珊珊的心开始动摇 真爱也许就是那碗面里满当当的牛肉 也许就是那些苦得刺鼻的中药 也许就是在她看不见的地方风腾默默的守护 这些东西虽然不是很名贵 但足以证明风腾对她的用心 这天珊珊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秘密基地 对面就是风腾的办公室 觉得时候看见女孩笑了 觉得时候看着她哭 看着看着 就看到我的心开心 得知风腾从很早以前 就开始关注自己陪自己吃饭后 珊珊终于下定决心要好好地和她在一起 就天天这样看我吗 嗯 为了庆祝两人重归于好 珊珊将双姨和刘柳叫到家里吃起了饭 席间 刘柳的男友将她做的虚拟货币企划书递给了风腾 她希望能得到风腾这样的大公司的支持 第二天 看过刘柳的企划书后 风腾同意给她投资一千万做这个项目 一方面这个项目确实很有心理 另一方面风腾也希望帮助珊珊的堂姐实现梦想脱离男友 就这样 刘柳在风腾的帮助下开始全力经营事业 而努力的珊珊也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注册会计师 公司还把她身为了会计专员 想到自己是时候该把风腾介绍给家人了 珊珊便给母亲打去了电话 那个 妈 我交男朋友了 听到女儿交了男朋友 珊珊妈赶忙问起了男方的条件 是 是 你 你大老板 这下可把珊珊妈给吓坏了 夜晚 珊珊妈忐忑地和老头子说起了此事 但她并没有将风腾的身份告诉珊珊爸 毕竟珊珊爸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找个家事相差太多的 就是房子比珊珊多了那么几栋 薪水比珊珊高了那么一些 不过不错 父母双亡没有公婆问题 另一边的风腾从被珊珊证明后心情也很好 既然珊珊给了她足够的信任 她也会将珊珊永远捧在手心 几天后 风月给珊珊打来了电话 原来上次珊珊手术时风月加入一个稀有血型护住群 现在群里一对母女出了车祸急需献血 就在两人完成验血后准备献血时 故事却拿着单子找到了珊珊 你怎么怀孕了还来献血呀 这不是给我们添乱吗 我怀孕了 你自己看看吧 你的HCG指数有多高 这不是怀孕是什么呀 这个女人前段时间才被医院告知不能怀孕 现如今她却突然有了身孕 看着化验单上的数字 激动的珊珊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风腾 风腾也放下手头的事快步往医院赶去 珊珊 我们结婚吧 到了夜晚 风腾将亲友教导一起开启了座谈会 因为时间比较仓促 风腾计划将婚礼的事宜全权交给风月策划 但是为了保护珊珊 她并没有将她怀孕的事情告诉大家 可风月却说她现在正在帮丽叔准备婚礼 眼下根本抽不出更多的时间 原来自从从英国回来后 丽叔发觉自己已经爱上正齐 尽管两人之间发生了种种不愉快 但在正齐计划离开风腾回美国前 丽叔还是在姗姗的鼓励下去了机场 听到丽叔的告白 正齐决定为爱留下 她还在众人的见证下和丽叔求了婚 听到正齐也打算结婚 风腾让他们推后几个月再办 毕竟珊珊的肚子懂不懂 就这样 风月和丽叔开始为珊珊的婚礼忙活起来 可这天到了医院 来做产检的珊珊却被医生告知自己根本就没怀孕 俊小姐你想一想 怀孕之前你有吃过什么 在医生的提问下 珊珊想起那天检查前吃过几个蛋黄盘 这才导致了这场乌龙事件 从这以后 风腾好几天都没在和珊珊商议过结婚的时候 但她也没有说取消婚礼 所以珊珊还是照常跟着风月他们去世婚纱 可珊珊的内心不免有些忐忑 她也搞不清楚风腾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相较于他们两个提早结婚的人而言 毕竖则在选东西方面都亲力亲为 大到婚纱小到婚礼上的酒和糖果她都亲自挑选 意见不合时她和正齐还会发生争吵 两人完全就是正常被婚情侣的日常 而风腾和珊珊的婚礼则一点点在他们的讨论中顺便规划着 但相较之前定好的两个月就要举行婚礼 他们现在的节奏明显慢了很多 这天夜晚 看出了珊珊内心的不安 风腾和她坦白了自己的想法 我不是冷漠 是风中的诺言 许下的承诺 只是那些都没有你重要 随后 风腾拿出祖传的戒指和珊珊求了婚 这份爱太浓烈 你愿意嫁给我吗 经历了重重阻碍后 珊珊终于等来了风腾的求婚 这下珊珊的心结也彻底解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 风腾让律师给珊珊准备了一份婚前协议 这份协议注明了两人结婚后 珊珊能得到的所有资产 可在翻阅眼前这一堆资料时 珊珊却看到了自己现在住的地方 这下珊珊才醒悟过来那套房子的房东竟然是风腾 看完赠予协议后 珊珊告诉律师她只要那套公寓 毕竟那里拥有两人美好的回忆 这也是珊珊认为最宝贵的东西 我是跟你结婚 又不是跟你前结婚 没有你的话 就什么都有了 如果没有你 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说 什么都不是 到了中午 珊珊给在老家的母亲打去了电话 妈 我要结婚了 挂断电话后 珊珊妈在门口来回瞅瞅着 此刻她的脚就像灌了签一样重 终于 珊珊妈鼓起勇气和丈夫开了口 没想到 过完年后 珊珊就要结婚了 这下患珊珊爸不淡定了 思索一番后 珊珊爸找到珊珊的表弟 让她搜一下风腾的信息 听到风腾没有太多的花边新闻 珊珊爸终于长舒一口气 没一会儿 她就给珊珊打去了电话 爸 风腾对我真的挺好的 你见到本人就知道了 看出女儿这次是真的打算和风腾共度余生 珊珊爸让她问好风腾衣服的尺寸后告诉她 她要给未来的女婿亲手做一件西装 夜晚 珊珊趁着风腾看杂志的时间偷偷量起了她的尺寸 拿到尺寸后的珊珊爸也着手准备起了西装 一周时间很快过去 这天一大早 珊珊就收到了家里寄来的包裹 得知这是岳父给她亲手做的衣服 风腾很开心地收下了这份贵重的礼物 很快春节悄然而至 大年初一这天 风腾穿着这件西装下了楼 她计划带家人一起去见见珊珊的父母 经过几小时的车程后 一行人顺利到了珊珊的老家 看到早早等候他们的邻里相亲 几人的心里很是感动 风月还将他们提早准备的红包衣一发给了大家 等和珊珊家人成功会事后 珊珊爸说她想和风腾单独谈谈 就这样 珊珊陪风月夫妻在家附近转了起来 珊珊爸也和风腾坐在一起谈起了心 一番简单的交谈后 珊珊爸看到了风腾想娶自己女儿的决心 但他也给风腾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婚后三年之内不能生娃 毕竟两家门不当户不对 万一有什么不合适 这也算给珊珊留了一条后路 感受到薛妇的良苦用心 风腾同意了他提的这个要求 两人的婚事也终于被家里人认可 可春节过后 唐姐溜溜却带来一个坏消息 言总 关于虚拟货币的那个企划案 有车号的捐款逃跑了 什么 珊珊和风腾的婚事刚刚敲定下来 珊珊爸却在关键时刻突然反了回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几天前 刘刘的男友卷走了风腾给项目投资的一千万 为了不在这个节骨眼上影响大家的心情 言轻计划让刘刘先隐瞒此事 可谁知才过了一天 这件事却被珊珊的大伯母知道 你居然欠了那么多钱 我们就是八辈子不吃不喝 也不予还得清啊 就这样 珊珊爸暂时叫停了婚事 他还告诉风腾这一千万他们家还亲在谈结婚的事 一时间 风家和薛家的意见产生了分歧 风月安慰他们投资的事和家事无关 珊珊爸却认为此事事关薛家的尊严 看着乱作一团的众人 风腾将珊珊拉了出来问起了他的想法 可一边是深爱的男人 一边是把他养大的父亲 珊珊暂时也没想到两全的办法 第二天一大早 想到风家几人到了返程的日子 珊珊妈和珊珊去和他们道歉了别 可就在珊珊帮风腾检查行李时 他却看到了风月之前派人调查他家的照片 一时间 珊珊的内心特别难过 他还和风腾说了气话 好好过年 我们先不讨论结婚的事 以后也用不着讨论了 两家人就这么不欢而散 回到家以后 珊珊妈吐槽起风家的冷血无情 可珊珊爸却表示自己能够理解此事 毕竟风家家大业大 如果不是这么谨慎 他们也不会走到今天 况且在得知女儿和风腾交往后 他也查过风家的资料 另一边的风腾在回家路上 也一直想着照片的事情 想到自己就这么回去 可能会失去珊珊 风腾又折返回薛家和他盗起了钱 他同意了珊珊还钱后再结婚的要求 他也相信珊珊和刘刘有这个能力 能尽早还完 还清了一千万 你要马上嫁给我 回到上海后 刘刘将虚拟货币企划案送给了风腾 风腾也将这个项目之前运作 剩下的350万当做了买策划案的钱 一番考量后 刘刘计划用这三百多万进军珠宝行业 一方面他有个关系不错的大学 设有家在云南经营一所预矿 另一方面他对这个行业也很感兴趣 听完刘刘的想法后 风腾提出让他们的新公司 隶属于风腾旗下 这样也会让他事业的启动顺利很多 用风腾集团做背景 珠宝公司的运营效益 应该是加倍的吧 第二天 珊珊去公司办理了离职手续 这笔欠债是他们薛家的大事 他决定和刘刘一起经营公司 从公司办完离职后 两人来中介公司找起了房子 可等他们看好一家位置优越的房子 中介却告诉他们价格随便出 我怎么看这些片面都觉得眼熟呢 这些不都是风腾的房产吗 可恶 看来风腾还想用上次那招骗自己 没一会儿 中介给风腾打去电话说明了情况 我们家胖身变聪明了 可风腾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他扭头又给妹夫打去了电话 你母亲上个月是不是刚买的一个店铺 就这样 放下戒心的两姐妹跟着中介去看起了房 想了半天假以后 珊珊和刘刘最终选定了这间商铺 他们也开始筹备起装修的事 几天后 珊珊爸按着地址找到了风腾家 听到风腾还是执意要和珊珊交往 珊珊爸不禁对他的好感又加了几分 看来风腾确实是个值得托付的好女婿 和风腾聊完天后 珊珊爸又去了两姐妹的珠宝店 看到这家店的规模不小 她将珊珊叫到一旁给了她一个信封 这五万是她经营小店多年的积蓄 拿着这笔钱珊珊的心里也很是感动 到了下午 风腾来店里参观了起来 突然 珊珊看到一只蟑螂爬到了楼上 索性在两姐妹的追捕下 蟑螂终于被绳之以法 可珊珊一抬头却发现风腾不见了 原来蟑螂还是堂堂风大老板的软肋 夜晚 珊珊拿着一堆珠宝回了家 她和柳柳正在为主打戒指的颜色发愁 拿回来是希望风腾能给他们定夺一下 可风腾却指着红色说是没红色 可是这是大红色的 在珊珊的盘问下 她才知道风腾有色落 这件事后来还成为了几个好友说笑的谈资 而发觉风腾的缺点也成了珊珊空闲治愈的爱好 在一个月的筹备下 两姐妹创办的风尚珠宝正式开业 开幕这天 风夜带了一群姐妹去给珊珊她们捧场 珊珊也在镜头前为新店做了十足的宣传 从这天起 珊珊成了典型的工作狂 就连在丽叔和郑琪的订婚宴上 她都积极寻找起了潜在客户 简直不错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 订婚宴结束后 几个好友给丽叔和郑琪送去了最真挚的祝福 两人也计划飞回美国操办婚礼 珊珊和他们交代几句后便先行离开 回到家以后 风腾给珊珊开启了小会 可珊珊并不打算放弃这个店 毕竟还风腾的一千万还全得靠她们 最终在两人的协商下 风腾给珊珊的店里雇了两个保镖 珊珊的安全也成了风腾关心的头等大使 几天后 珊珊和风月丽叔约在一起喝起了下午茶 就在几人聊得起劲时 风腾的前女友王品卓从一旁走了过来 可见到这位光彩夺目的大明星 珊珊却萌生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请她给自己的珠宝做代言 她还给王品卓的经纪人发去了邀请 两天后 经纪人告诉珊珊他们同意做风上珠宝的代言 但与此同时 风腾也收到了这个前女友发来的短信 可珊珊知道后却并没有生气 她还说服风腾去拍摄场地探班王品卓 这番操作让风腾都傻了眼 到了拍摄当天 王品卓早早到现场化起了妆 而珊珊则担心风腾不能赴约 终于在拍摄马上就要开始之前 风腾从门外走了进来 对她余情未了的王品卓也开心地上前和她打起了招呼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就在两人虚旧时 珊珊从不远处跑了过来 王小姐 我未婚夫绝对不会让无偿代言的 钱当然是要朋友赚才是嘛 生意归生意 有交情尤其要重金礼聘才对呀 我未婚夫 嗯 我忘记跟你说了 嗯 我们快结婚了 不得不说珊珊这个举动真是一件双雕 不仅在情敌面前公开了两人要结婚的消息 风上珠宝的关注度也瞬间提升 而被打脸的王品卓也只能强装镇定地完成了拍摄 几个月后 在和刘柳的用心经营下 珊珊终于一步步凑齐了还风家的一千万 而刘柳不仅在还债路上实现了梦想 还收获了一个真心爱她的男朋友 利叔也在婚后大半年成功怀了孕 所有的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故事的最后 在两人一起跨过年的天台上 珊珊拿出一枚戒指递给了风腾 风腾也拿着这枚戒指和她求了婚 你愿意嫁给我吗 从此 王子跟薛姑娘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作为近几年内地偶像剧的良心之作 珊珊来了平时的风格 不仅没有让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显得威和 反而勾勒出一股浪漫的温情 在通往成功的路上 珊珊遇到过很多打击和坎坷 但凭借自己的努力 她还是逆袭成了人生的大女主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一生辉